狙击手 Sniper 一词源自1770年代英主印度士兵的日常用语 当一个人射杀许多鱼鸟 Sniper 后 他就会被冠上狙击手的称号 狙击手的首要任务 为远程精准击杀选令的 我出现机会的目标 次要任务是搜集可报告战场信息 英国革命战争 英国革命战争期间 不列颠狙击手 Mesh Patrick Ferguson 已不死射手而出名的 而美国的 Daniel Morgan 上将的狙击手队伍 被称作为摩根的来伏兵 美国内战 美国内战期间 北军 Hire Burden 上校是召集组织联合狙击手的第一人 他们的击杀目标为军官 军事 直渡向导 敌人前少 狙击手和间谍 一战 在世界第一次大战期间 秘密狙击队伍组建起来了 他们的任务是精确击杀目标 搜集战场信息和尽可能扰乱敌军 在狙击部队的死亡阴影的影响下 狙击手和炮火 毒气一起成为勾跑里的士兵一战噩梦 期间狙击手 Sniper 术语取代了神枪手 Sharp Shorter的使用 Hisky Preciate 上校在一战期间 领导了英军的第一只狙击 侦查学校 二战 德国在二战期间统治了狙击解 德国狙击手的二战格言 就十字隐蔽后而一击毙命 也正是这些狙击手 最先开始了专门的野外装备 Sekholberger被257投 而苏联是首个设立组队狙击的国家 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 配有两名观察员 来侦查德军位置 直至战争结束 他的战果是400人头 其中苏联还动员了妇女狙击手 共超过有2000名女性 受训成为狙击手 尽管美国军队在俄泰州佩里营里 设有先进枪法课程 但美军在二战期间 没有正式的狙击课堂 战争期间虽然美国海军陆战队 设立有狙击训练 但是远不能同其他国家相抗衡 朝鲜战争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 起初共产军力占据了上风 苏联和中国训练和装备了 北朝鲜的狙击手 他们的配置是 莫辛纳干 1891到30年步枪 1955年至1956年期间 美军在俄泰州佩里营 设立了狙击学校 但是遗憾的是 对狙击手轻视 和其影响战争的不理解 使狙击学校不久被抛弃 越南战争 越南战争 1968年 美军终于建立集中化训练营 第九部兵团建立国内 第一支狙击学校 有 上校训练 当年年底一支72人的狙击队伍 准备完毕 在69年11月份 狙击队伍共有8名敌军人头入仗 12月份杀敌数只11人 而在69年的6月7日至7月24日 美军狙击队伍总击杀 数1245人头 现今 1987年 美军狙击学校 在乔治亚州哥伦比亚的班领堡 Bolt Benning建立 至今仍在生产高杀伤力的狙击手 911事件之后 狙击手跟随着美军进入阿富汗地区参加战斗 在都山地带证明了其不可替代的价值 和长距离击杀目标的能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